按上基本的動作 大家好 我是急顧衝浪的顧教練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按上基本的動作 按上基本的動作 我現在為大家示範的是上板的動作 首先我們先將兩手放在板原的兩側 身體盡量的貼近板面 用滑離的方式滑上去 滑上去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你的腳要盡量能夠碰觸到板尾 勾住到板尾這個位置 勾住板尾以後呢 你的腳就可以上去板面上面 保持身體在板子的正中央 爬板的重點是 胸部要挺起 兩眼平視正前方 把重心放在你的肚子 雙腳要併擾 腳要踮腳 貼在擺面上 雙手伏在胸部的外側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是滑水 滑水的動作很類似像自由式的動作 一樣是左右交替的向後推水 滑水以後 把你的手向內向後推 推到你的手會變成直位置 在台背到原來的位置入水 再抓 推 台背 入水 抓 推 但是 我們一定是從 左右手交替的 做滑水的動作 交替 輪流的向後推水 現在要為大家介紹的是起蹭 起蹭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雙手要在胸部兩側 眼睛看著正前方 將你的身體撐起 手臂打直 撐起以後 接著就是 將你的腰部 彈起 前面的動作 只有彈起的動作 但是我們在做起蹭的時候 我們彈起以後 我們會迅速把腳跨出去 那我現在示範一下 彈起時把腳跨出去 完成了起蹭之後 你們要注意 我們的兩腳 前腳是斜45度 後腳是橫的 橫過來 那兩腳的距離 是要比你的肩膀再寬一點點 我們手的部分呢 是我們的後手盡量的抬高 我們的前手呢 盡量不要高過你的眼睛 不要影響到你的視線 你的眼睛要直視你的前進的方向 那你的這個動作 整個動作呢 就幫助你平衡 那我們去完成了起身的動作 起身之後 每個人的習慣不同 有些人是左腳在前 有些人是右腳在前 這都是OK的 最後我要為大家做連續動作的示範 雙手扶在板子兩側 身體貼上去 上板 上板完成以後 做滑水的動作 好 最高浪以後 手扶在胸部兩側 撐起 站在板上完成 把手放開 站高 平衡 好 好